大家好,我们今天是在全美华人大会上为您访问到的是张安明 那么张安明他有一个,我觉得他对于华人的成功的定义可以启发很多人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先让他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大家好,我叫张安明 我是咱们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亚太义顾问委员会的自信长 这个州长亚太义顾问委员会的执行长 我一听觉得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一定的年龄的人做的事 可是他今年只有29岁 那么其实他是在美国出身长大的 他的中文能说到这样我真的是非常敬佩 但他今天能够站到这分享的时候 我在听到他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感人 那么希望在这里能够启发更多的尤其是我们在华裔的美国人 所以安明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妈妈的故事 可以 所以我妈妈跟我爸爸是在台湾出生的 从台湾来美国 我姥姥是北京人 我姥姥是河南的 然后我爷爷奶奶是福建去台湾 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爸爸首先来美国去读研究生 下一年我妈妈也来自美国 后来就是我爸爸发现没有钱可以继续下去读他的研究生 但是觉得不好意思跟父母在台湾说 所以我妈妈来自美国的时候 她发现爸爸没有钱去下去读他的研究生 所以我妈妈也是来美国去读研究生 妈妈就在一个中国餐厅做服务人 帮爸爸就是 所以妈妈没有读 就牺牲了他自己 对对对对对 但是妈妈在台湾有 很年轻的时候 从大学毕业的时候 做了台湾的可能第一的电脑公司 所以就是我妈妈那时候很有本事 但是没有机会下去读读 因为为了爱情所以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所以后来我爸爸读了两个研究生在美国 一个在Utah University of Utah 还有在Texas A&M 然后后来我爸爸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 在披萨堡在冰西法尼亚 所以我妈妈跟爸爸就搬到冰州 但是大家可以就看着 他们应该两个年轻华人 对不对 很高兴啊 很成功 很幸福 但是在门后面 大家没有看到就是我妈妈被抢暴 在家里被虐待 被虐待 受了很多苦 七年 我妈妈常常会跟我说这个故事 就是他们在德州的时候 德州的夏天特别热 会妈妈会穿着那个 那个长袖子的衣服 还有那个turtle neck 就是高领的衣服 高领的衣服 因为他就是想cover 不让人家看到那个bruises 他身上的被爸爸打得伤痕 对 所以后来我妈妈去了 我妈妈跟爸爸去了披兹堡的时候 1988年的暑假的时候 我爸爸特别生气 把妈妈赶出去他们的房子 在披兹堡 所以我妈妈就一整暑假 两三个月就 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对 那时候我妈妈说她就是白天的时候 会睡在那个 公园的那个椅子上 躺椅子上 公园的那个游人坐的椅子 对 露天 对 然后晚上会走路 然后后来她找到一个 妇女收容所 对 然后她就在那里发现到她 她有我 她怀孕 我听的这个故事就是 其实呢 我每次听到这个 我都特别感动 就她的妈妈呢 被她爸爸赶出家门 流落街头 无家可归 晚上呢睡在公园的这个椅子上 白天就在街头这样走 找食物 最后呢 找到了一个收容所 就是妇女收容所 但是在收容所里呢 忽然发现了她自己怀孕了 才知道呢 有了 Tiffany 所以后来就是我爸爸跟妈妈 有 reunite 然后我出生了 然后后来这个 这个虐待没有停着 我妈妈就是我六个月的时候 她就带我走 我妈妈不愿意让我长大 看到这种家庭习惯 因为我会长大变成一个 一个女的 会嫁给一个人 也会这样子对我 所以我真的 我心里真的很非常感动 对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真的吃了很多苦 为我可以有这个 比较好的生活 我就希望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和我妈妈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是很重要 在我们的中国社会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有机会 可以讨论 这种事情 因为这种事情 是对我们的中国社会 是很严重 也是很重要 我希望我们 大家可以互相帮助 互相学习 我们也可以在政治方面 我们可以发展 但是我们才可以发展 每个人在我们中国社会 感觉到安全 还有平安 我希望继续这个故事 就是 Tiffany这个故事 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就是她的妈妈 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 就是发现怀孕之后 不得不回到家里 跟她父亲待在一起 但是呢 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呢 这个家庭暴力没有停止 被强奸 被殴打 所以她妈妈在六个月的时候 在她这个孩子 才六个月的时候 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坚强的决定 就是 什么都不要 只要她的孩子 带着她的孩子 一起离开家 一般我们就想说 这么一个故事啊 就觉得说 这个结局是很悲惨的 孩子怎么过 妈妈怎么过 你怎么能坚强地 去走下去 但是呢 让我们觉得欣慰的是 Tiffany 她生长的 在一个非常 心灵健康的环境下 生长 没有再落入 那种暴力 因为妈妈觉得说 如果这个孩子 在家里继续这样 生活下去 会流入一个 不好的循环 就是长大以后 可能也是嫁一个 有家庭暴力的男人 所以她决定说 我要带这个孩子出去 让她有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 那么带出Tiffany 之后呢 其实生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这个非常困难当中 因为我听过Tiffany 的故事啊 刚才在演讲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靠食物圈生活 靠救济 然后靠住在这个 收容所 避难所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Tiffany为什么可以 长得这么健康 这么坚强 这么乐观 今天又这么成功呢 所以我八岁的时候 我妈妈学到 在赫西宾州 有一个技术学校 很特别是给 穷孩子 特别是给穷孩子 所以我八岁的时候 我申请去这个 技术学校 后来八岁到十八岁 在那里长大 所以我真的 这个技术学校 给我很多机会 后来去上大学 给我很大的奖学金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修了自己的专业 自己设计的专业 叫环球女权主义 学了汉语 所以我大学 大三的时候 去了北大一年 去学习汉语 在北京大学的 对外汉语学院 后来我毕业的时候 我有很多机会 我二十四岁的时候 我有机会做这个工作 在冰淇淡利亚州长办公室 我真的很感谢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敬佩 就是你妈这样的一个经历 你没发现说在美国 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就算是说你流落街头 你没有钱 你觉得前头一片渺茫 甚至你没有身份 但是呢 你还是有机会 可以发展你自己 可以成功 我觉得我妈妈可能一个特点 是我妈妈的英语非常好 所以我现在在工作上的时候 在帮助咱们就是刚刚移民来的 亚裔家庭 就是发现很多的 不会说英语 这是最不容易的地方 所以我就希望 我们中国人可以 自己互相帮助 我们自己的家人 我们自己的朋友 所以就是不要担心 那像她妈妈这样 是在台湾受过高等教育 本来可以有个非常成功的事业 但是因为为了家庭 为了爱呢 牺牲了自己 我相信有很多亚裔的女子 或者华人的女子 都有类似的经历 但是呢 Tiffany跟她的妈妈 给我们树立了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呢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境况下 不管你没有什么 你都可以享有你成功的 丰盛的和幸福的人生 加油 谢谢